距离美国必须提高举债上限的最后期限只剩不到两天 而美国国会还没有就授权提高举债上限与重开政府预算达成协议 尽管外界并不认为美国债线最后会走到违约这一步 但是全球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恐怕将面临资金外流引发的动荡 台湾在这一波冲击中将受到怎么样的影响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美国举债上限协商进入倒数 尽管美债违约几率很低 但全球金融市场都严正以待 请教老师会有资金大举撤离亚洲市场的情形出现吗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台湾是否有充沛的流动性来面对 第一个问题是说美债会不会解决 如果大家都是预期说它会解决 所以在17号以前是会解决的话 大家就不会那么一样的紧张 不会那么紧张 这些热钱油脂 它就不会那么一样流来流去 所以对各个市场都会有比较稳定的效果 如果一旦不信说美国两党它真的是铁了心 要不要再举债不要让举债的上限往上升了以后 然后大家这个预期竟然是破灭 破灭以后然后影响就会更大 所以这些热钱资金就会逃离新兴市场 因为新兴市场是这一些炒家 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然后现在脱离了以后 其实对新兴市场至少在短期 会造成一个重大的波动 重大的影响 回过头来 第二个问题说 台湾会不会怎么样 那其实我也当然讲过 台湾资金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充沛的 因为我们的外费存抵 还是前几名 这个世界第三名 所以资金非常充沛 资金充沛当然有好有坏 不过在资金这个抽离方面 然后如果是外资真的一旦抽离 我们还有很充沛的这样一种资金 不会了 现在外资其实也没有那么样的 在台湾这个炒作没那么厉害 因为我们就有11样行总裁 所以它在这货币方面是比较保守的 这方面是非常重要 所以它对于那些在外货市场 做一些投机的这种外资 还是非常的不欢迎的 所以这个长期来看 这是对的 所以对于台湾 然后跟美债这样一种关系 在我看来 其实这个是相对会比较平安的